见老三不肯放手 星星直接重拳出击 一米八戟的汉子 此时哭得像个娘们一样 眼看老三彻底废了 老大的目光就转移到了老二身上 有了老三的前车之鉴 聪明的老二学会了使用工具 眼看男孩就要到手 激动的老大连个屁都不敢 可星星好像故意看戏 在老二即将得手的时候 这才慢慢起身 又把宝宝抱回了怀里 接着一个蓄力 又给了老二一个教训 小弟们接连计计 大哥只能亲自出马 他明显聪明许多 一招熬阴战术 成功把星星和男孩熬睡了过去 老大赶紧出手 小心翼翼地去拽男孩 突然大星星伸出了脚 接着双手攥住了他的手腕 一股屎搜了的味道迎面扑来 还没等他喘一口气 就被大星星一把拎起 然后双手一扑 直接给他扔了出去 星星一路互送 将宝宝送出